又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这节一七零零整点新闻 我是林荣 新闻首先来关心今天下午的最新消息 台北市国小竟然发生了挟持学童事件 男子翻墙闯入校园挟持了一名男童跑到顶楼 目前制服移送的最新画面曝光了 详细的情形交给记者带你了解 好这名男子翻墙闯入校园还挟持了一名小男童 好在这名男童是平安无事 老师也称赞他非常勇敢 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带你掌握 黄认识社会消息带你关心的是张华一名79岁黄姓老翁 怀疑47岁的女友令吉新欢 是趁着他熟睡时用铜军绳将女友绑在床上 用水果刀和化学药剂伤害他的五官 女友痛醒后尖叫 他还用棉被塞住嘴巴 再把割下的器官丢进马桶冲掉 接着自己打19将被害人送医 女友惨到鬼容 虽然目前的生物迹象是稳定的 但是未来得要进行多次的脸部重建 行凶的老翁也被法院裁定羁押 遭到老翁狠心割下五官的助性女子 是一名瑜伽老师身材保养得相当好 平常也喜欢打扮 单亲妈妈的她 独立抚养24岁的儿子长大 邻居都说她人很好 很亲切 平时生活单纯 没想到竟然会遭到黄信老翁痛下毒手 而助性女子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但是情绪还是很激动 未来恐怕至少要经历四次的整形手术 但是即便手术成功 还是会留下疤痕 难以恢复过去的容貌 只剩下来看到台铁在高雄新左营到高雄近期线 因为陆基下线而误点 由于抢修困难 是延到了正午12点才抢通 大约有6960名的旅客行程受到延误 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带你了解 另外带你关心的是金龙市五党级参选人黄景泰 因为担任是一长渗入多起贪污避案遭到积压 今天召开了延压庭 检方提出涉案心续症 并以书面资料存给何怡婷 历经了两个小时的工房欺骗 法院认为黄景泰积压理由仍存在 下午裁定延压黄景泰获准 黄景泰包地黄景南对此结果表示 会持续提出抗告 我们持续来关注顶星列邮案 彰化地检真结起诉 检方认为顶星从越南买进私料油 再制成食用油出售 整个过程卫英冲不但是知情 还主导具体求行 卫英冲30年有期徒刑 常美丰25年 陈茂家以及大幸福公司负责人 杨正义各18年有期徒刑 并且要求法院没收顶星自由的 不法所得4亿4千多万 最新的现场我们来看到 彰化地院张检真办顶星案 上午真结起诉卫英冲等人 下午登场的是地院的接押亭 卫英冲能否重获自由 还是遭到蓄压详细的状况 电线记者带你了解 另外来关心财政部成功逼退顶星二董 未应交请辞101职位 下一步就是要顶星全面退出股权 以防顶星在101有机会卷土重来 那今天传出101大股东宗信金以及国泰金 能有意愿接受顶星37%的持股 对此财政部长张胜和表示很欢迎 除了油品风波被网友称为 食安战神的立委林淑芬 再度在脸书开炮 至于2011年日本福岛核灾过后 台湾政府除了允许日本进口 绿茶茶叶量增加 而且就算验出辐射 竟然也以没有超出标准为由 是放任厂商继续贩售辐射绿茶 对此食药署回应和日本洽谈后 列出草案 从明年初开始 只要是日本进口的食品 除了要有日本官方产地证明 以后通通得附上检测报告 而食安逢爆一波接一波 但是呢 摊贩大多没有发票 消费者难以举证退费 北市消保官提供一个扫帕帕 民众吃饭时呢 上脸书打卡或是拍照 就可以当成物证 要是消费的店家未来 爆出黑心食材问题 便能用打卡或是照片 来向店家来求偿 但是根据卫生局长林祈宏 在稍早表示 研议后呢 已经证明这项措施恐怕不可行 因为打卡恐怕无法呈现 消费金额及数量 好准爸妈们的福利来了 立法院今天出审 性别工作平等法修正案 立委提案增加 有薪产减价5天外 更打算呢 再把现行有的 有薪赔产假3天 增加到5天 最快今年底 或是明年初上路 不过劳团担心 雇主呢 以成本增加 会减少聘请女性员工 或是劳工顾及工作 根本呢 是不敢休假 无法彻底落实 Danny开到台北市 赤字21打造 公营规模最大 号称台版品价迪士尼的 儿童新乐园 却被议员提报 里头的游乐设施呢 万提多多 不但有多处秀实 还有像是自有落体 还曾经测试到一半 卡在半空中 同时呢 原本预计 要在今年7月 开幕的计划也跳票了 可能要等到年底 才会完成验收 开源和大家见面 天气转良 进入泡汤的季节 不过北市府 筹查新北投和马槽附近 4个温泉区的 36家业者 其中就有4家 水质不符标准 相访部分呢 也有一家 初检未达标准 已经要求 在11月3号前 限期改善 而业者呢 则是赶紧澄清 已经在10月10号前改善 完成抱怨 目前在等待复检 欢迎听这点 演艺神的消息 我们来看到 最近才被爆 跟小9岁的修凯杰 展开姐弟恋的 艺人甲敬文 下午出席 保养品代言活动 看起来呢 似乎是春风满面 好气色藏不住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有新恋情的滋润 甲敬文 尴尬回应 是因为保养品 好用的关系 是善尽代言人 职责 不忘呢 帮厂商打广告 不过当媒体 持续追问新恋情 甲敬文始终笑得羞涩 但也没有否认 另外来看到 秀场天王 诸葛亮五月传出 罹患大长 第二期消息后 因病休养 现在他转台 接下新综艺节目 但是呢 这个举动却引来 多年好友 于天痛批 诸葛亮总是 在此诸葛亮今天 做出回应表明 于天是当初 拉他付出的人 对于他的指教 不会多说话 稍后要带您关心 有张华农民听报 去年魏佳 号召大家 种孔孟好米 要行销大陆 说是有机米 但是呢 还是喷洒农药 农民怒劈 原来都是骗人的 伊拉克军队 经过长时间的 系列冲突 终于逼退伊斯兰国 并夺回巴格达的城镇 这个消息 让伊拉克稍微松口气 但伊斯兰国人扬言 要发起下波血性冲突 更多的新闻内容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站台消息 我们来看到 台北市长候选人 林胜文 拼选票火力全开 昨晚打出总统牌 陪同嫂接拜票以外呢 紧接着是马上住进了 大安区的成功国宅 展开第一晚的Longestay 就算昨晚跟民众 勃感情忙到很晚 但是呢 今天人起了大早 变身倒户志工 在马路口指挥交通 洪的之鱼呢 也不忘和附近的居民握手拉票 进入深蓝铁票仓 许多的民众也都热情回应 但也有为路过的民众 对连胜文 大声呛哭 也成了现场的小插曲 另一名候选人柯文哲 和议员成立后援会 一早特地到现场拉抬三世 但是对于昨晚 连胜文找来马总统 扫接拜票 还展开了Longestay 对此柯文哲认为呢 比较像Shortestay 倒是连胜文也指称 柯文哲对中华民国的态度 也是反复不一 柯文哲呢 也忍不住回酸 看连胜文敢不敢去习近平前 喊中华民国 火线提交 我们继续来关注食安问题 树森组合肉牛排 用到了顶心问题 牛油制作的牛油粉 波及下游573家业者 昨天是持续清查 那名单内赫然建 原山华泰两大知名饭店 不过业者仍喊冤 强调呢 进的是高价原肉 到底是饭店用便宜肉 还是树森呢 用平价肉排 混冲高价品引发质疑 南部还有冷冻肉 盘商难过哽咽 说呢 没想到连卖肉都会沾上耳油 同样让人气愤的情形 顶心卫家在上个月 永静香成立的金色大弟子公司 表示呢 要行销台湾优质农产到对岸 张和农民说 去年卫家号召大家 种孔孟毫米 要行销大陆 说呢 是有机米 但还是喷洒农药 根本不是有机耕作 而且两公顷 只种一期 就没下文 农民怒批 原来都是骗人的 回起脚点来 看到胜利女神似乎有保佑了 经过长时间的激烈冲突 伊拉克军队成功逼退伊斯兰国 并且夺回了巴格达的城镇 这个消息让伊拉克是稍微松口气 但是四处逃窜的伊斯兰国 持续发动攻击 扬言要夺回巴格达 势必又掀起一场血腥冲突 另外加萨边界因为地处巴勒斯坦 还有埃及的重要缓冲区 埃及政府宣布撤离地方居民 但是却引起了严重的暴力冲突 造成至少有33人死亡 但埃及并没有放弃建立缓冲区 并且承诺给居民理赔 但部分的居民不买照 认为这只是政府的战争阴谋 稍后要带您关心 还记得日前桃园一起假车 或真打人的案件 他将被害驾驶叫驾车 边跳边出拳 把人打进医院 现在这名跳跳歌被逮捕到案 扎话老翁怀疑女友令姐新欢 竟然活生生割下她的五官 医生说这种割五官毁容手法 有如古代凌迟酷刑 疼痛指数已经破表 无法量化 我们先休息一下 更多的新闻内容 请锁定 疫情主播1800关于新闻